今天跟大家推薦這個魚骨的短牽 可以說是短標 也可以說是短牽 那這一隻魚骨呢 其實它上市到至今已經有八年了 那沒有什麼人在做一個推廣的動作 是因為可能大家不知道它怎麼使用 那我這邊經由王大哥的授權 來稍微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水舞精靈的使用方法 第一個呢 它是標準的半油動作的使用方法 你要釣微量負載也可以使用 如果在夜釣的情況下呢 它搭載的是37的夜光棒 Rumica夜光棒直接泡上去就好了 泡上去夜釣就可以使用了 泡上去夜釣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說我今天在早上的時候 就完全不用夜光棒嘛 它就是這樣子 它這邊的這個橘頭的部分啊 你不用怕 它的這個色澤啊 淺到水下3到5米你都還看得到 所以它釣微量負載好不好用 那相對於當然就是好用 那這至今的八年呢 很多釣友的回饋的一些資訊呢 其實我覺得數據還不夠 那這邊再做一下解釋 它這邊的塗裝 塗漆都是耐沖級的 然後它的這個也是棉角 採用棉角去標示它 去點綴它 棉角不外乎就是讓你的線 更快速到達吊棚 比較不會去纏到線 那我們基調的部分呢 我們針對它這一支的浮標呢 它適用的是浮用機全用程 或者是說前打基調 微量負載 那我再強調它是使用 3C的夜光棒 那這一支價格多少錢 一律都私訊報價 然後呢如果有喜歡 趕快找到我們聯合釣具 OK這個是魚骨 魚骨呢我相信大家不陌生 我們後面會有陸續的短片 慢慢來介紹魚骨 那我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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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